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最新的恐攻事件 是有一名歹徒 还是开着皮卡货车冲撞公车站 还下车攻击路边民众 总共造成八个人受伤 而这名歹徒随后是遭到持枪的民众给击毙了 而事后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坦诚犯案 并表示说他们就是为了前一天 这个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哲泥难民营来展开报复 监视器画面左上角一辆皮卡突然撞上公车站 咖啡座的民众吓得尿受散 随后一名持刀歹徒从皮卡跳下来 看到人就扑上去 还到处追着人跑 不过这名歹徒没多久之后 就被持枪的民众击毙解除危机 案发后的公车站一片混乱 警方立刻封锁现场 这起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在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 总共造成八人受刀伤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巴勒斯坦激进团体哈马斯出面坦诚犯案 还说就是报复以色列巨方 前一天对约旦河西岸发动近年来最大的攻击行动 乙军以反恐之名发动袭击 造成西岸哲宁的难民营中 有12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不过现在乙军也开始从哲宁撤出 留下激战过后的残破街道 以色列警告这不会是一次性行动 尾巴冲突随时有可能再度升温 另外要关注到 这个月11号12号 北约峰会就将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召开 由于成员国无法在峰会之前 针对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人选达成共识 因此现任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将在延长一年的任期 这也是他的第四度延长任期了 北约的秘书长必须要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的 那传统上都是由欧洲国家来担任 而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则是 还有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则是由美国来担任 那目前64岁的史托腾伯格 他是前挪威总理 那么在推特表示 对于北约成员国的决定他感到很荣幸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代表北约的角色 是比过去更为重要的 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也欢迎北约的决定 表示在史托腾伯格的稳定的领导之下 他的经验还有判断带领北约走过了二战之后 最大的挑战 而现阶段更是北约需要强大团结的时候 因此可能各国也不希望看到领导阶层有任何的变动 另外关注到俄乌战场的最新前线消息 乌克兰的大反攻事实上推进速度缓慢 就是因为俄军是顽强的抵抗 现在更传出要增援18万的大军到前线 而这一次派出的包含不久前才刚成立的风暴Z部队 这个部队是俄罗斯国防部仿效瓦格纳佣兵集团 他们到监狱内装兵形成的部队 因此几乎都是重刑犯 一跳下装甲运兵车火力全开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士兵持续在巴赫姆特和俄军激战 利用树林当掩护却遭遇俄军重炮攻击 被震道趴在地上 眼看乌克兰反攻行动进入第四周 快满一个月了 打的是步步艰辛 尽管乌克兰不断公布利用无人机地雷等歼灭俄军部队的画面 但是打一个礼拜才推进九平方公里 这几个礼拜加起来也大约只有150到160平方公里 进度是极度缓慢 就是因为俄军也找到反制的武器 那就是俄罗斯自产的柳叶刀无人机 说着说着就听到炮弹打来 柳叶刀成本低廉 容易制造还具备不易被侦测的特性 和俄罗斯的S300飞弹 动则数十万美元的制造成本相比 柳叶刀无人机大约是300万卢布 俄军拿来轰炸乌军的昂贵精良军武 可说是CP值很高 但乌军也不会轻易认输 不过此时还有个坏消息传来 俄罗斯没了瓦格纳 但似乎经过短暂盘整 再派18万大军上战场 哪来那么多兵力 专家分析怀疑可能是俄罗斯防瓦格纳到监狱招兵 而组成的风暴Z部队占多数 正规军事体系出身的俄罗斯军人恐怕是极度厌战 又有俄罗斯士兵拍影片指控 指挥官下的命令形同自杀式任务 拒绝服从还被强制拿走武器 反观乌军似乎还是士气高昂 年仅21岁的乌克兰士兵从波兰回到家乡从军 就说希望能保家卫国 如今在大反攻更是不能轻言放弃 乌克兰国防部强调前线死守不退 就希望西方盟友们不要放弃乌克兰 CN专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坦言对乌克兰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北约封贵倒数中 乌克兰极力拉拢美国 渴望获得肯定答案 另外也传出北约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的任期将第三度延长 再留任一年 就是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 领导阶层不要有任何变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焦点要转向美国 美国7月4号迎接他们的国庆日 不过今年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平静 全美各地都有大规模的枪案发生 包含在德州一个社区的庆祝派对上 却遭枪手扫射 导致至少三个人死亡 八个人受伤 还有在密西根 北卡 俄亥俄州都陆续传出枪案 7月份才不到一周的时间 已经发生了11起的枪击 美国总的拜登在国庆日谈话当中 他也公开呼吁国会要加紧脚步 终止枪支暴力 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而今年美国的国庆日还要严防天灾的危机 就是在南部的炎热高温之下 天干雾燥 如果民众在释放烟火的话 就变得更加的危险 因此就学者呼吁说 今年的国庆尽量不要来放烟火了 那像在犹他州的首府 盐湖城 他们就宣布 今年的烟火秀是改成无人机的灯光秀 还有呢 国庆商机也非常的惊人 估计在这一天呢 全美民众吃掉1.5亿个热狗 消费达90亿美金 芝加哥合唱团 银行高歌 全场气氛还到最高点 美国女歌手爱德利安沃伦 进歌热舞 重现蒂娜透纳经典名曲 Proud Mary的舞台魅力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 国庆演唱会节目 虽然只是彩排 带一票大咖歌手接力演出 现场歌迷听得陶醉 7月4号是美国国庆 今年1776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 因此又被称为独立日 这句代表性的活动莫过于烟火秀 今年华府国家广场的晚间盛会 也蓄势待发 身为公司家族第四代 已经承接华府国家广场烟火秀 第十个年头 现场数千个烟火装置 准备就绪 将在美国时间4号晚间 带来一场绚烂的精彩表演 开放民间放烟火的州 专卖店买气同样强强棍 不过美国南部地区 本周迎来超强热浪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 周一出现设施46度高温 就怕星星之火随时燎原 华盛顿州消防队员全员出动 只要接获民众通报 立刻赶到将火势扑灭 天干物灶让烟火变得更加危险 今年像是犹他州烟火城等大城市 选择改变方针 用无人机灯光秀取代烟火 不过官方还是很担心 民众释放烟火如果操作不当 很容易伤到自己 去年受伤的大多是孩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特别在今年国庆日前夕 呼吁民众释放烟火注意安全 别把烟火当成儿童玩具 烟火绽放点亮夜空 对人们来说这一幕美丽又浪漫 但对很多小动物 例如狗狗来说 这一连串的爆炸声响 可是会让毛小孩受到不小惊吓 美国不少四主赶在国庆前 带宠物毛孩施打晶片 因为每年这个夜晚 大量烟火不停施放 造成许多狗狗因为惊慌 而失控乱跑 走失几率很高 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 国庆传统除了放烟火 还要准时收看烟狗大赛 来自全美各地的大卫王 齐聚一堂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 吃掉最多热狗 今年的耐森热狗大卫王比赛 由常盛军大白鲨切斯纳特 和欧日混血美女须腾美术出赛 切斯纳特曾在2021年 一口气吞下76个热狗面包 创下世界纪录 不只大卫王们将在国庆 狂嗑热狗宝 估计全美在这天 能吃下1.5亿个热狗 花费达90亿美金 此外爱在这天 半半烤肉趴的民众 还会花30亿买啤酒 红酒庆祝 美国国旗的销量也很惊人 估计全美将消费60亿美金购买 国旗廉假让许多人选择搭机旅游 上周五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估计全美通关人数达288万人次 刷新单日历史记录 周末单日也超过250万人次 美国联合航空频频出包 近来一周已经取消3000架次航班 还有800多架航班延误 导致旅客受困机场 执行长科比却搭乘私人飞机 扒扒造引爆民众怒火 他除了公开道歉外 也向美国运输部长布塔诸吉亲自保证 将重新审视调度系统 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错误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经发出警告 美东的恶劣天气恐怕将影响 东岸十几座机场的起降 让国庆假期结束的返乡搭机潮 也备受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马上要来看到 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他的最新发言是非常的尖锐 王毅是在出席2023年的 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开幕式上面 他说提醒日本和南韩 把头发染黄 鼻子修奸也成不了洋人 这番发言可以说是相当的直接 那外界怎么分析呢 要请北京的特派记者韵文 带我们了解 好 确实难看到 这是在日前在青岛的日中韩合作国际论坛上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国际论坛它已经有20年历史了 当年第一份联合宣言的时候 是指出日中韩三方合作是要促进这个发展加强东亚的合作 只不过能看到这现在是根据了中国大陆外交部所公布的 他们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他在致辞的全文当中是引发讨论了 因为他在暗批现在的日本跟韩国的外交路线 走的是亲美路线 走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亲美 亲欧美的这样路线 他就提到说欧美人是分不清中日韩 无论头发染得再黄 鼻子修得再尖 也变不成西方人 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 而他强调三国合作可以振兴亚洲造福世界 并且希望通过这论坛再度发出中日韩合作的积极的讯号 那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根据日本的共同社报导说 上一次日中韩领导人的会议是在2019年12月举行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疫情之前举行的 那目前呢三国是正在协调 要在今年之内再来举行这个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那也包含了像是日本外相林芳正他就视讯至此时表示到说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日中韩合作的这个态度是蛮积极的 以及呢这个韩国的外长蒲正也说会来再度的努力的活化这个日中韩政府之间的磋商 不过来看到的是外媒法新社就批评了网易 这是呢充满种族歧视的言论是在煽动种族主义 而且不只是外媒来看到是他们自己的微博都有人批评说 这个大国外交竟然是如此粗俗歧视的语言 还把日韩当成是过去的从属国吗 所以可见这个中国大陆的战狼外交又再度引发了争议 还有另外一个争议呢要来看到是南韩的综艺节目兄弟拉面 最后最新一集里面呢背景音乐突然就开始播放起中国大陆的国歌 有大陆网友看了很酸说这个是现在变成大陆的多一个省份 首尔省吗 怎么回事呢再把时间交给韵文 好确实来看到这是一档呢韩国的综艺节目叫做兄弟拉面 是在日本的拉面的这个发源地江之岛开设拉面店要推广韩式拉面 那这最新的一集呢当中是店内做满了来自日本韩国跟美国的这个客人 但是呢背景音乐响起的却是中国大陆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而且那个字幕呢再配上的是东西方大融合 那这样影片一曝光之后呢又引发了是中国大陆这边网友的不满跟批评 他们说呢一觉醒来也原来中国多了一个首尔省啊 而且还认为说韩国他们做综艺节目 拿中国的国歌当背景音乐是在挑事吗 是在挑衅吗 那我们就看到是不止如此的包含是中国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都批评说 这韩国的综艺节目呢肆无忌惮的将别国的国歌娱乐化庸俗化综艺化 是无知还是没有底线呢又再次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也是有人反批的 认为是中国的网友管到太平洋上去了管太宽了吧 因为背景韩众呢也是经常拿别国的国歌当做这个背景音乐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网友实在太过偏激了 不过也确实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争议哦 就是在2014年时候韩国的这个JTBC的综艺呢叫做《非首脑会谈》中 当时呢是一名日本代表出场时背景音乐是日本的国歌 就引起了韩国网友的抗议 而当时呢是撤换了制作人发了政策道歉信之后 才平息相关的一切风波 要来看到的是欧盟还有中国大陆之间最新的外交摩擦 这是欧盟的发言人表示 欧盟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原本预定要下个礼拜一出访中国大陆的 但是行前突然遭到北京当局取消 这个是欧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表示说中方通知 波瑞尔原定下周前往北京和中国大陆外长秦刚会面 现在是没有办法如期展开的 欧盟强调现在会寻找替代的方案 那么事实上呢欧洲国家正寻求对中国大陆去风险化的行动 减少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 并且也把中国大陆定位成经济上的竞争者 还有系统的对手可能都引发了北京当局的不满 北京方面没有对这一趟行程取消做出认可的说明 倒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明表示 他没有掌握有关波瑞尔放中的消息 那另外要看到是香港的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内的8名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 3号再度被港府以危害国安罪名发布了通气 港警甚至还祭出了每人百万港币 也就是近400万台币的悬赏金额 这8个人是被港警指控违法罪行 包含他们在英国美国等地办集会 组织团体争取香港民主的人权 都被视为是违反了国安法 而这样子把国安法无限扩张的作为也引发了国际间的部门 由港人直选投票送入香港立法会的罗冠聪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后 积极在国际社会间奔走 为香港民主争取支持 也为香港人权发声 直到2020年国安法杀入香港 他被迫流亡 如今港府更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罗冠聪在内的8名长期支持香港民主人士 大动作发出通緝令 第一他们是干犯了很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他鼓吹制裁 这8人过去两年多都不在香港 港警罗列出的罪行 就包括他们在美国成立团体支持香港民主 或在海外举行集会力挺香港民主 刚进声称国安法管辖范围 包括在香港境内或者域外的所有行为 警方借此警告在港人士对于被悬赏8人 所发起的任何网络行动或者筹款讯息 一旦转发或者参与就等同违法 还寄出高额悬赏奖金 港警过去对杀人一犯的悬赏最高只有40万港币 如今大动作寄出每人100万港币 也就是397万台币的悬赏 仍在英国的罗冠聪坦言 这显示对当局来说 人民的价值远不如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 他强调自己仍然将继续为香港民主发声 还呼吁海内外的香港人 不应该自我设限也不应该被政权恐吓勒索 至于同样在悬赏名单上的刘祖迪 则称100万港币在香港连一间厕所也买不起 承弄港府的弃拿奖金缺乏诚意 我们绝对不是在搞任何的show 或者散播任何的恐怖 我们是执法 无论他们走到天涯海角 我们都会终身追捕 从特首到港警高官陆续高分被喊话 表明追气决心 还呼吁亲属应该提供弃捕资讯 但这种管到国外去的做法 遭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由18个国家与欧洲议会总计170名议员 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第一时间发声明 呼吁各国政府保护遭港府迫害的人士 紧急废除与中国和香港的引渡条约 英国外交大臣与美国国务院也先后发声明谴责 更表示对港府与北京当局试图恐吓 并且压制任何海外个人的行为 绝不容忍 被列入名单的郭凤仪指出 这份通缉令就是由2020年因为侵害香港自治与人权 遭美方制裁的李家超所拍板通过的 鉴于今年APEC峰会将由美方主办 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应该仔细考虑 是否要对李家超发出邀请 香港在国安法下管制持续收紧 连海外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都能被当作罪行加以通缉 境内的言论管控以及各种随时可能事后追究的红线 更成为每个人头上悬着的一把刀 香港的政治是断崖式局转变 你如果再找嘉宾上来 未必有嘉宾能够上来 尝所欲言 因为有很多红线 所以基于这个考虑 有资源供缺乏 迫于无奈 是 停止广播 在港生根18年长期争取新闻与广播自由权益的香港民间电台 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难以为继 6月30号宣布停播 成为继香港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之后 最新一个被迫关门的香港民主派媒体 尽管在持续高压下香港社群气氛相对低迷 但对于年轻一代港人来说 无惧政权压迫持续发生 才有可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PVBS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要带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泰国新国会选出正副议长 议长由唯一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党魁 挖木哈曼诺来担任 两位副议长人选经过表决之后 是由前进党的明代巴迪帕和卫泰党的明代批切 分别当选了第一第二副议长 将择其开会表决总理人选 泰国央行官员透露 今年第一季的家庭债务累积为16兆株 占GDP的90.6% 在疫情期间急速上升的家庭债务 目前已经逐渐回落 央行将与新政府讨论要增加银行的数量 越南出口的白米还有泰国出口的山竹 被台湾的食药署检验出违规农药 全数违规食品都已经退运销毁 并未流入台湾市面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访新加坡 这是他上任之后首度的出访行程 蒋万安将参访组屋等建设 并且拜会多个部门促进双边的市政交流 越南官媒报道 因为电影画面中出现会有中国 主张九段线主权的南海地图 当局将禁止好莱坞电影《真原版巴比》 在越南上映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要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预计在今年夏天 将福岛核电厂的核处理污水排入大海之中 那么对此国际原能总署的署长葛罗西 是在这几天出访日本 而且他还在日本举行了记者会 表示福岛核污水排放计划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 不过这番话依旧引发了中国大陆方面的不满 如果政府决定要继续进行与它 会有任何影响的影响 意思是水,鸡与核 水排放计划是一种 使用于很多国家 包括在中国 在韩国,在英国,在美国 在很多国家 有水放入计划 有些计划 葛罗西在周末的时候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并表示说日本排放核污水 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 认为现阶段性排放出的辐射物 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影响是唯乎其唯 这样的说法让大陆是相当的不满 批评原能总署是为日本来背书 而日方也同意了 IAEA也就是原能总署 派员驻扎永久的随时检查 都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专家指出 这场核污水的排放 可能会成为中日外交战里面 新的导火线 另外要来看到 是最近日币扁个不停 有没有很多民众 在去加码换日币捡便宜的呢 尤其是日圆在上个礼拜跌破了 145的大关 这创下了八个月来的新低 那么145的关卡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因为在已经逼近去年 日本央行出手干预会市的时机点 日圆的加速贬值是让外国观光客 买得很开心 但是让日本民众哭不堪言 傍晚时分 日本民众忙着买菜准备做饭 北美鲜鱼更是不可或缺 但现在日本鱼类价格大涨 尤其更爱鱼的年长者 之后恐怕越吃不起 根据最新的日本家庭支出数据 鱼类价格高涨意味着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平均每月在鱼类上的花费超过7000日元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 到今年10月为止超过29000种商品价格都上涨 老年人感受到的通胀压力比年轻人大得多 数据显示 在20-29岁年轻人群体之间 平均每月在鱼类上的花费 仅为7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三分之一 其中面包占最多高达1500多种涨价 在东京 汉堡贵了17% 一盒寿司价格也快涨一成 原材料价格上涨 这些因素都推高了面包的生产成本 此外 电费物流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 也是带动了大量食品涨价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 日元再次加速贬值也是推高了物价 为了刺激疫后经济 日本政府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加速日元贬值 上周汇率跌破145大关 到日本的游客花得更开心 但日本人可就得缩衣结实 因为日常用品多仰赖进口 现在得花更多钱才能维持佳绩 东京六月核心CPI年增率为3.2% 已经连续13个月高于日本央行2%目标 不过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认为 基本通膨率仍略低于2% 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时机 还没有到 我们预计到2024颗高的升值 我们不肯定第二部分 但我们不肯定第二部分 如果我们均至于确定 第二部分会决定 去年日元对美元汇率暴跌到145.50 日本睽違24年出手干预汇市 今年6月中美国又把日本从操控国家名单去除 专家认为这次日本更能理所当然出手 阻止日元抛售 好让汇率维持在1比150的新门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的经济焦点要带您看到 TVBS推出的习经济北京双翼的专题报道 所谓的北京双翼指的就是北京的复读新通州 与河北雄安的新区 我们先来看到通州 在环球影城开幕之前 这里被笑称是鸡布生蛋的乡下 现在呢则是吸引了不少在京城内工作的年轻人过去定居 因为这里的房租只要北京市区的一半 拉风的粉色重型机车 骑不进大北京四环内 正如多数北京年轻上班族 只能住在京城的近郊 因为居住门槛差很大 同样30多坪两房一厅 在北京城内月租5万多台币起跳 而在富多新通州 现在只将近2万台币 以前刚来的时候真的是 鸟不拉屎鸡不成蛋 什么都没有 然后可是就很安静 然后自从环球开幕的时候呢 就会有车地铁人也慢慢多了 环球影城在2021年9月开幕 开元一周年时 已累计吸引超过1300万游客 北京市政府已完成首批35个市级公布门 大约40万人大举东千 到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副都心 跟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双翼 社群上更昵称通州是通利福尼亚 自比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的愜意环境 对有听过知道知道这个 你看现在我们的运河桥 然后都特别漂亮 在人文上然后在人的素质上 我觉得都有提报 给您这种感觉就是 它不像北京四环三环那种压力特不大 你来这就特别特别放松 这一大片呢 是站在新镇中的 是之后的北京副中心站 是结合了这个航下地铁跟高铁的功能 所以之后呢 这边往西到北京的城中心呢 是25公里 往东梯到河北廊方 往北到这15分钟 到这个首都机场 往南是到这个大兴机场 以及河北雄安新区 或者是亚洲最大的这个交通枢纽站 有方便的交通才有拉动力 通州这座人造之城 要疏解北京城压力 TVBS朱光宏陈永文北京报道 而在大陆的重庆万州区 这边因为连日的豪大雨 导致市区是泛滥成灾 一楼几乎全部都被淹了 民众只好往二楼避难 救难人员是必须要用橡皮艇 转移民众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灾情是持续的扩大 就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已经下达了重要指示 全力救灾 大陆重庆万州区 一连续降雨 导致河水暴涨淹没的街道 一楼的商铺 已经淹到剩天花板 民众不是跑出来逃出来 是游出来 民众游到住所 只为了指引 住家二楼 还有等待救援的家人 现在连下楼 都不知该怎么下 水位实在太高了 这位阿嬷套着救生圈 在水中再浮再沉 只露出一颗头 救援人员拉着她 往安全的地方转移 阿嬷紧张的 全程紧闭双唇 胜怕一不小心 把脏水吞进去 这时洪水已经来到了 最高水位线的标志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古桥只剩顶部露出 由于雨还在下 目前重庆万州区 已经转移了 4500位的民众 财产损失还在统计中 咦 桥的另一端怎么不见了 变成了一座断桥 原来重庆连日的豪大雨 冲垮了桥顿 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重庆这一段暂停行事 不止重庆万州的桥段了 陕西汉中这座 镇上民众上班上学 必经的桥也断了 桥下竟是滚滚黄流 湍急的往下游 至于四川南冲 24小时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让19个乡镇全泡在水里 暴涨的河水淹没了周围的土地 冲回了居民屋中的物品 目前已经转移了 4000多名当地民众 大陆水利部表示 自陆逊以来 全大陆已经有189条的河流 超过了警戒水位 而新一轮的大雨又要来袭 由于情况太过严重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 权力抢险救灾 TVB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 总和报道 就算疫情后已经解封了 还是有很多企业是采用 work from home的 所以有很多企业 干脆就不租办公室了 闲置的商办大楼该怎么办呢 有的改建成公寓 有的干脆租给 影视公司当拍片场景 从纽约 芝加哥到洛杉矶 美国大都市高楼淋漓 但却一栋比一栋空 上半大楼出现集体闲置潮 统计美国前十大都会区 平均闲置率逼近两成 比疫情前高出超过五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让大家改变工作模式 不过人去楼空 不足办公空间 也代表地主亏大了 一些闲置办公室 干脆来当电影影集 拍一片场景 维吉尼亚州 还有地主租给大学校园进驻 而星星拍类运动 批克球越来越普及 有些闲置工厂办公室 也改成球场 只是办公室大家不要了 改建成住家的比例 仍然相当低 美国上半行情崩 但房地产需求降不下去 中小平处住家 依然抢手贵到买不起 第一片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看到 这个会逐渐成为 建筑的主流方式吗 那就是3D列印的建筑物 只需要两个多礼拜 就可以完工了 可以减少耗材跟人力物力 已经成为最新的 环保绿建筑方式 充满后现代风格的建筑 是杜拜未来基金会的办公室 只花了17天就建造完工 能完成这样不可能的任务 全都靠这项技术 80年代就已经问世的3D印表机 因为体积太过庞大 价格也贵得下人 因此一直到2000年初期 一位英国的机械博士 才打破3D印表机 只是听过 却没有用过的传说 鲍博透过研究传统的3D印表机 发起开源计划 把机械设计图 电路图控制原始码等等 免费放到了网上 让人下载而且研究改造 通过开源计划 3D列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 也发展出3D列印的专门企业 只要想象得到 就能透过软体 还有3D列印技术实现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越来越多产品 都是透过3D列印打造 看起来像艺术作品的高强 也是利用3D列印建造 准备放在百货公司里 展示精品鞋款 这种打造的方式 可以因应百货商场里 需要时常变换布置的需求 而且还能减少浪费 不只是模型 还有布置之间位在德国的公司 号称全球最大的3D列印公司 已经能为大企业 列印出他们的真实产品 不只是新创公司研发所需要的模型 包括空拔 苹果 亚马逊 都是这间3D列印公司的客户 你能够看起来 我肯定有更多3D列印的部分 比你能够想起来 所以很多公司 我认为最多的公司 都会使用3D列印 以为更加设计 和产品的功能 透过列印减少产品的失败率 也能降低零件制造 以及运送造成的碳排放量 如果出来的成品不合新意 只要重新回收 就可以列印成为下一件产品 形成理想的循环经济 GVBS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南韩特产 很多人会想到的是高利人参 确实在含衣跟含药方面 都有很多相关的研究 现在南韩还打算 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 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看TVBS新闻合作伙伴 YouHab News TV的报道 南韩人参文化专家齐驱一堂 讨论如何将南韩特产高利人参 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参种植与药用文化 早在2020年第一次被南韩列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参历史悠久 在韩裔和韩药等方面研究活跃 保存价值获得认可 也极具文化价值 去年南韩农水产食品出口额120亿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按种类来看 人参排在第七位 专家一致认为 为了向世界进一步宣传人参价值 公共人参宗主国地位 有必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 目标2026年 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路 吸引更多人到南韩 认识人参 南韩政府积极强化南韩食品竞争力 将以尖端技术和韩国味两个主轴 将K食品实现高附加价值的出口产业化 南韩目标在五年内 将食品产业规模和年出口额扩大两倍 首先锁定培植 细胞培养的人造肉 3D列印食品等未来食品技术 以十项关键技术为中心 在各地打造食品科技创新聚落 产观学合作园区 推动人才培育技术开发等 良性循环架构 其他像是辣椒酱和酱油等传统酱料 也是南韩政府要振兴的产业 透过农食品产业化 预计国产原料使用量到2027年 将增加到800万吨 农民收入也会顺带增加 今年5月的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 吸引全球39个国家 1300家企业参展 那炒年糕和糖饼等街头小吃 变成即时小礼包买技很旺 海苔锅巴 无辜粉等南韩传统零食也备受关注 在国外自己亲手做韩式料理的韩国人变多了 业者说各种韩式酱料在英国甚至比在南韩卖得更好 瞄准疫情后的全球市场 南韩规划食品出口战略将韩食推上国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现阶段很多南韩民众关心的是 今年的梅雨季的天气似乎是相当的不稳定 非常的多变又阴晴不定 当地的媒体甚至还有鬼怪梅雨来形容这一波的梅雨 一会儿是艳阳天一会儿又下大雨 而且雨一停又变得非常的热 到底有多奇怪呢 连线给国际左记者杨琴 是的主播 几小时内突然下起暴雨 但雨停了就热到不行 南韩今年梅雨季天气可说是超级诡异 大雨和艳阳来回交替 阴晴不定也让不少人出门时很困扰 像是首尔前一晚才出现热大夜 也就是整天气温都高于摄氏25度 不过周二一早出现零星降雨 包括南部冀州等地到周三口出现150毫米以上雨量 根据南韩气象分析指出 通常梅雨是冷暖气团交汇形成 但今年主因是低压带移动频繁 才导致封面变动范围扩大 这种多变的天气也被南韩媒体以民间传说来比喻 称为鬼怪梅雨 这回云雨将蔓延到整个南韩 西海岸已经发布大雨警告 预计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雨势最大 不过这波降雨过后 中部地区又将迎接30度以上高温 恐怕坏天气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